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 大家早上好 小朋友们 你们吃饱了吗 吃饱了齁 很好 这样你们现在有精力开始上课了吗 准备一起上课了吗 都准备好了齁 好的 这样呢 接下来我们今天上的是华语 然后呢 我们的几句是叫服装 请问小朋友们可以告诉我什么是服装吗 服装呢 就是穿在我们身上的东西 这服装有什么东西呢 有哪些东西呢 小朋友们你们可以告诉我吗 没错 有很多对吧 有衣服 裤子 裙子 帽子 鞋子等等之类的对吗 好 这样呢 我现在就会给你们介绍 有哪些服装 哪些服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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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搭配在我们身上 好的 这样第一个呢 我将会介绍的就是裙子 好的 裙子呢 就是漂亮亮亮的裙子 像这些照片一样的 裙子是 妈妈 姐姐啊 妹妹啊 我们都会穿的一个漂亮的裙子 有很多种原色 有很多不同款式的裙子 你们可以看一下这些照片 这些都是美美的裙子 对吗 好 这样 接下来呢 我要介绍的就是第二个服装 它也是穿在我们身上的 那就是衣服 没错 衣服呢 也是有分很多种款式 不同的颜色 但也是可以穿在不同的场合上 那我们就不浪费时间 看下一张的图案吧 这些衣服呢 可以有分很多不同的款式 颜色 以及可以分很多场合去穿的 当然就比如说 妈妈穿着漂亮红色的衣服去走街 第二呢 就是爸爸穿着帅气的黑色的衣服去上班 就如图所说的 第三呢 就像这件衣服 小朋友穿着他们去游乐场玩 好 这样第三个呢 我要介绍的服装就是裤子 裤子是穿在我们下半身的身上 男女老少都可以穿哦 这样我们去看图片解说吧 接下来呢 这些是裤子哦 男女老少都能穿的裤子 例如 哥哥有一件蓝色的裤子 没错 这样第四个呢 我要介绍的就是 帽子 帽子也有分很多不同的款式 有带大哥去海边 旁边的 可以这样子裤通型的帽子 不管男女老少都可以穿哦 不管男女老少一样也是可以穿哦 这样接下来我们看照片解说吧 从这些照片来看呢 帽子呢 有分很多种颜色 款式 以及卡通等等 当然小朋友你们要记得哦 要经常穿帽子 保护好你们的脚哦 避免受伤 当然接下来就是鞋子啦 鞋子也有分很多种 第一种就是人字脱 脱鞋 第二种呢 就是包鞋 皮鞋 例如 爸爸买了一双新的皮鞋 给弟弟 当做生日礼物 那那么呢 新鲜的海里 可以住到这里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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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